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天一比较求战的风格 王天一是不是什么开局都喜欢下一点 都能下 他什么开局都能下 对 也不是说特别就是死走这个的开局 马二进三 这个马二进三应该说不在许国义的准备范围之内 马二进三相对少见 对 因为王天一走马二进三的比例很小 在这个旗下面 那就是想变变呗 对 许国义选用了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也是比较常见的 是吧 对 王天一八进一 许国义再足三进一 王天一是先马八进九 这个时候许国义选择的是向七进五 然后举一平二 那蒋大师你跟我们说说 这个翘马 骑马和平中炮有啥区别 这个平中炮很直接 就是准备中路进行反击 我们可以稍微倒一下 如果第二步 因为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平中炮 对 那么就马上进行要打黑方的中路了 目标比较明确 这个时候对 黑方有可能会采用向三进五 这样红方有很多种下法 对 黑方也是足三进一反击 红方马八进九 黑方再足三进一 红方居一平二 这样他就保留中炮了 这样子保留中炮 将来有向的区别 对 但这个下法应该说比较常见 对 比较常见 我们刚才说了王天一的风格 他是希望寻找新的变化 至少让你赛前准备不到 对 王天一挺球变的一选手 挺灵我挺球变的 是 白道实战 白道实战 所以刚才他是用了这样的下法 对 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这样他不向 出狙 他出狙 出狙 黑方肯定也得动马了 马二进一 准备出狙一平二 接下来红方是走了狙二进四 狙二进四 吹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对 他就是想消灭黑方的三路足 对 这三路足眼看着不能往下拱 是 要往下拱的话 可能速度会比较慢 接下来红方可以泡八平五了 如果我们再躲足的话 再躲足就太慢了 他有可能打一将 再泡五平一 对的 这样的话 黑方大子出的比较慢 业余里面有好多这么跑足的 对 但是感觉上还是不太行 是 我们的业余棋手可能会喜欢跑足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有可能 比如说在专业领域 下的比较多的是马 马一进三 马一进三有见过 对的 这么去保 然后红方有可能会向七进五 或者居九平八 都比较常见 这是常见变化 这是有一度下的挺多的是吧 对 有一度下的挺多 但是王天一刚才还是说 他既然选择了这个布局之后 应该说他肯定对后面的变化有所准备 所以走到此 许国一他也是走了一个不常见的变化 他走了个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 他的意图是什么呢 他的意图 红方肯定要吃掉 吃掉 接下来他是马六进四 这样不能吃炮 吃炮关死居了 对这个是非常强 我们摆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吃掉的话 马四进三 黑方可以马四进三 扣住了 这区跑不了了 对这个区跑不了了 眼睁睁的被打死了 对被打死了 所以这个棋不能吃炮 对 那红方假应 不能吃炮之后呢 红方显然也得调整策略了 他呢比较常见的是拱冰九进一 就这个棋他拦不住黑方的马四进三了 对拦不住了 那么黑方肯定要马四进三一打 对 拱王 红方拱七平二 实战这是走的拱七平二 对 平他别的怎么样呢 这个是这样 在这个之前呢 认为拱平二啊 红方已经稍微好一些了 他吊住黑炮了 是吧 吊住黑炮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拱一平二出不来 出来他正好马九进八一打 在这个之前呢 进行的一些对局当中呢 此时黑方都是走拱一进一 出横拱 出横拱 然后呢 接下来呢 红方马九进八或者向七进五 跳马是吧 马九进八 黑方再拱一平六 红方呢向七进五 再不去 黑方四六进五 这样他也不 红方也四六进五 如果黑方拱九平六 红方也拱九平六 这感觉上红的稍微好一点点吧 对 这样感觉红方稍微好一些 黑方有个编码比较弱 对 这是正常的下方 这个因为红方稍好一些呢 所以在这之前啊 这个黑方选择 这个马六进四 马四进三 比较少 就川公公这么出来的方法就少了 对 那许国义 但是许国义在这一盘当中啊 出了一个非常妙的妙手 妙手啊 对 我们看看妙手在哪里 七足 这个是我们之前所没有想到的 有个这个 没有人下过这个棋是吧 没有人下过 那之后呢 红方吃掉 黑方再跳马 只能冰九平八吧 只能冰九平八 红方要放弃这个冰的话 那显然黑方的大子就扑上来了 黑方肯定满意 不能丢 红方冰九平八 那就怎么 黑方再马三进二 跳呗 对 接下来呢 你如果不动 黑方再马三进四跳上来 那黑方的双马是非常的灵活 这马是挺灵的 而且这马没有人能吃得掉它 对 冰八进一 对 红方冰八进一 快速拱冰 对 这样呢 逼着黑方马三进四 红方再冰八进一 这样吃着黑方的炮 这么一直往下走 那这冰会不会觉得慢呢 冰是因为拱了很多步 但是现在他就是 逼着黑方丢子 对 他主要是那个弹子炮 这事儿那边被拘掉着 对 有可能得子吧 对 像黑方必须炮三平四了 那冰八平起拱 躲别的地方白吃 对 冰八平起再拱 这样打湿了 这个时候呢 黑方打湿了 来 红方吃掉 黑方再打掉 哦 那这几个回合下来变成弃子了 对 黑方弃子了 是 来那蒋大师给我们看看这个局面下 双方的行为判断吧 到底是谁划算 对啊 谁划算呀 这个弃子很难讲 是吧 对 这个弃子呢 应该说黑方也是不差 甚至是黑方很有公式 因为 有天相于黑方好 是吧 黑方的两个马 非常的好 他 红方赶不走他两个马 哦 这样 并且赶不走之后呢 红方的鞠马炮啊 都是受制 最主要是我觉得这边有点难受 这边好像暂时还没事 是 但是必定多子啊 对 必定多子 我们来看看红方有没有能守住的 能简化的地方 对对对 是 红方得补一个吧 红方先进了帅 先进帅 对于王天忆来说呢 我估计他走到此啊 应该说是之前没有准备到的 因为这个 这种下方之前比赛当中没有下过 那就说这个 其实现在对两个棋手来说都比较陌生 对 王天忆敬帅呢 应该说也是在陌生领域的一个 先稳住自己的下法 反正先补个棋吧 不敬帅我觉得就是不是了 就是这两种了 许国义特大呢 是走了居一进四 居一进四 居站到了要到 接下来呢 红方是走的是四进五 四进五 对总是要补 对 中间欠着棋 是 我们现在细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 虽然说黑方的大子位置很好 但是黑方呢 也缺少突破口 我是觉得这子够不够多 而且红的都在自己阵阳之内 这么守着 你能不能顶军去这个问题 是吧 应该说现在黑方的最弱的子呢 就是这个局 所以他走了居九进一 对居九进一赶快投入战斗 投入战斗 黑方接下来的思路呢 是准备居九平六 在居六进五 点到这里去吃兵 那这条线挺大的呀 对呀 这条线挺开放的 互助吧 是不是要互助了 王天一呢走了居二平四 要互助 去互了一道 但是这么互助 八路线是不是出现点 这条线是不是也出现点问题 对呀 互助之后其实啊 许国义这个如果冷静的分析 走居九平八 对我也觉得是这招 对 这招觉得挺 反正你居嘛 先通头出来 是 有没有先落往前 总是要先往前顶啊 对 他接下来就有居八进五 在吃兵的手段了 这也拦不住啊 对 可能许国义啊 当时担心的是红方 走了之后有炮一进四 打足的手段 但打足有那么厉害吗 打足应该说不是太厉害 对呀 我也觉得是 反正还在那边 对 而且僵一下就支个室或者 是 黑暗可以进居 僵一下我就补室 对啊 这边红的籽 感觉上不太够吧 而且你这炮杀出去了 这个布置线上 好是不是也有问题了 是 接下来我居八平七 一吃进去 你如果飞向 我甚至炮三斤了 对啊 就是啊 这籽都用上了 是 就是啊 那这个感觉上 炮一进四的牵制 好像没有那么 对 没有那么大 对 应该说这步棋啊 许国宜走得有些保守 哦 那他可能就是派了 真的派了炮一平四 要不然这居酒平白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对 不是 不是特别难吧 那他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看出什么好棋了吗 实战呢 因为他不敢动这个居 所以呢 他只能认为 他这个居位置不错啊 他就选择了一打 让他的居离开 打居 这个比较好位置 打居这个棋 有什么后续手段吗 他没有后续手段 他只是把他这个居 从这个巡河线赶走 那他肯定不能进 红方退二 但是我觉得这个棋 红顿退回来之后吧 位置也不错啊 不是 反正我就是防守 他也没太想进攻 对吧 我就是把自己调好了 然后顶住你呗 反正我多子 是 应该本身他就是这思路 对 他就是这个思路 所以你这个浸泡进的 我觉得有点那个 有点虚 对 有点花不实 没有实在的 特别后续没有看到 最主要的事 对 是这样 应该说在这一度呢 许国义没有看出 明显的这个进攻思路 在打局之后呢 他又是走了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 他是希望通过挺足智马 把自己位置先变好 那他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始终没有去走 这个居酒瓶八是吧 对 始终不敢强硬地走 居酒瓶八 其实我觉得居酒瓶八 真的挺大的 因为你这足七进一顶起来 这红的有机会 去走冰三级一吗 很难说他去赶走吧 对 但是这个棋吧 其实下到这儿 我当时看棋谱的时候 我觉得挺乱的 是 字都飞起来了 对 这其实是 确实很难找到突破口 双方都很难找到 这个棋子绝对的 进攻和防守的地方 是 接下来呢 轮到红方走棋 红方呢 是走了居酒瓶八 居酒瓶八 其实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王天忆啊 也没有走出 最精确的招法来 他可以走居酒瓶一 更好 这么出局 反正你看这些字吧 其他的也都不能动了 就剩九路居要动了 是 就是怎么个出法的问题 对 出居酒瓶一他过后可以居酒瓶七 或者居酒瓶六 这两个点也必能选着是吗 对 而居酒瓶八呢 显然他这个居啊 过一会儿还是没有明确的方向可动 他是不是想 炮八瓶几瓶啊 然后那么出去 嗯 这个应该是他的想法 但是实战上不一定出得去 对 可以马封着他是吧 是 嗯 实战呢 这部棋 许国义是吓得 炮三退四 哦 炮三退四 嗯 因为王天忆出去准备平炮嘛 抓马是先手 那他就先把炮倒回来 嗯 这个时候你要再平炮 我可以炮三瓶打局了 哦 那黑的下的也挺灵活的是吧 对 黑的下的挺灵活 哦 这个棋 嗯 炮三退四 那我们看看这个棋 除了炮三退四 黑的这些籽 在中原地带 有没有特别好的棋呢 也没了 没了 动不了 特别好的棋 对 洪方接下来走什么 洪方接下来是走了兵武进一 嗯 兵隔断 这个既然你炮退回去了呢 你刚才没有打的中兵的钱 我就拱中兵 先搬住你的马再说是吧 对 王天忆下的也是非常的灵活 嗯 黑的呢 黑的这时候是走了拘一进二 拘一进二 拘一进二我觉得走的也还行 我当时看 嗯 非常不错 对 他就是我一会闪的时候 我拘就通了 对 先断你的思路 是 这张棋 看上去走的还可以 对对对 洪的走什么了 在这个时候呢 洪的方走了一步 非常巧妙的这个孕子手段 对的 对的 对 嗯 我们过一会儿 我们再来看看这部棋子 对我们休息一会儿 让奇迷朋友也神圣这么乱的棋局里面 洪方有没有什么好棋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 嗯 我们稍后回来 嗯 奇迷朋友 嗯 不知道您这两分钟看没看出来 洪方有什么妙手啊 我们来接着看棋局 嗯 实在呢 洪方是选择了马三退四 马三退四 这种孕子方法 以退为进啊 对 我们反正要调形嘛 就要调痛快了啊 对对 嗯 他的意图还是将来马斯静武做简化的 对 这个思路应该说是非常的巧啊 我们奇友们平时可能都想不到 哎 马还能退回来再往前进的思路 当然进不去了 我们就要往后迂回一下 对 是 在马三退四之后呢 黑方许国义是居九平八了 只有再不出去他也受不了了 实在绷不住了 拦不住人跑一进次进吧 对 马三 马四进五 对马 对马 这个时候呢 黑方许国义选择的是居八进八 这样居四退二 看住 对 在看住之后呢 这个时候许国义还是做了一步好奇 嗯 炮三进四 又回来了 嗯 这个时候换掉显然不好 换掉 对 换掉那红方就太 静多一大字了 对对对 是吧 红方就如愿以偿了 嗯 是 所以呢 许国义选择了炮三进四 他就是说如果你换我呢 我中间打一将也很 对 说我暂时可以先踩掉 先踩掉 对 但是中间跑不到 我服用炮打中足的手段 对的 这样黑居主要是通了 也很舒服 对对 是 感觉上红方不太肯让他去这么打 嗯 对 王天忆呢 选择了马五进七 马五进七 嗯 跳到这个位置 又顶住了炮呢 然后又保住了中兵 这也是非常巧 对 他其实觉得这子就顶住了 嗯 这边我顶着你 这边我这么多子 四个子顶你四个 是 对 在这个时候呢 许国义是必须解决他这个马的问题 嗯 所以呢 他选择了居八对三 这也是有道理的 准备杀红方的三路兵 对 嗯 在此呢 红方选择了向三进五 不向 不向呢 飞着黑方的炮 先手 这是个先手 嗯 先手飞着黑炮 飞黑炮呢 其实这个时候啊 许国义也完全可以走 如果吃 如果吃 对啊 就是啊 嗯 这样交换 我觉得红极不太大 红方如果飞掉的话 嗯 他再吃过来 这样呢 因为红方的这个双马位置也不错 啊 接下来黑 黑方位置不错 红方还得回向 黑方呢 可以居三瓶九 再吃冰 就吃了就行了 嗯 这样也挺开放的 对 嗯 但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 黑方没有炮了 对对对 嘴不够多了 这能不能杀害了还很难说 对 但是后期估计下场了 黑方这俩族也能时常进 对 应该说局势也是军事 对 这个棋也行 这么交换 对 他实在没有交换 实在没交换 许国义呢 还是保留变化 他是不想对子 这个许国义呢 对啊 他进攻方肯定是不愿意做简化的 对 许国义选择了炮三瓶一 比较费时间 因为太难找招法了 这个棋子这么多 是 这样红方 红方选择了居四平三 居四平三看兵 保住这个三兵 就首先你不吃吧 我就看上了 不让你杀痛了 对 这也是 也是没办法的了 我觉得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啊 局势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封闭的阶段 我们现在看 黑方这个马肯定不能动 动了踩炮换炮 这个马动了呢 也没地方走 这个区呢 也动不了 对 显然黑方只能把这个区投入战斗 对 是吧 这个时候就是许国义的思路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朋友下来这块 就自己觉得挺难的 这个棋 是 对 不知道去从哪找那个出路了 对 我们就一个一个看呗 是 哪个不能动 然后哪个能动 是 然后一般的都是把那个最没用的棋子 去投入到战斗里面 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是 所以通过这个呢 黑方这个足弃进一调动 对 也只有道理的 它的思路是足弃进一 对 它是想吗 你飞掉 飞掉 然后我 接下来走鞠八退二 对 我的鞠找条一条通路 对 总是要往右侧移 对 但是其实呢 在飞掉之后啊 这个时候黑方有一个子 已经有非常好的位置可走了 当然这个可能是许国义 疏忽的地方 对 有可能 这么复杂里面很难 真的很难找棋子 对 也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看看机会在哪 这个时候呢 黑方有一个非常巧妙的 是马四进三的手段 因为刚才不能走 现在这 对 这样马多了一路 这踢进去是什么结果 肯定要 红方不能狙八进一 狙八进一吃马了 白吃马了 正好别入 那只能缩回来 只能狙八瓶九 这马的风靴 这时候有马三进五 踩尸的这个 非常巧妙的手段 还能踩尸 我估计他要是踢进来 他也就看见踩尸了 对 这踩尸之后只能吃了 吃了 对 黑方狙八进二将 看看能不能黑方 把两个狙走成名狙 王退帅 黑方可以马二退三 那只能动炮了 这样的话 你要动炮的话 我炮一进二 打掉 交换 这只能踩了 这吃着籽 籽再丢回去 肯定不行了 是吧 它只要丢回去 肯定黑方占优了 这样我们看 红的多两个 红的是多两个 但这时候 黑方的双军马 马上就投入战斗了 我觉得没事太痛苦了 对 确实怕双军 这没事太痛苦了 这怎么守啊 他现在可以先马三进五 只有去三平四 对 看不住了 这不能 对 是 鞠三平四呢 砍住马进攻的 现在就是这个鞠 怎么卡到这儿来 卡到二路了 那就平呗 那我就鞠一平四了 是吧 下不卡 对 卡 拦不住了 红方眼看就拦不住了 卡上绝杀了 僵一下没用是吧 僵一下我就补试啊 我在捉马都没用了 我就补试 捉马那你全部僵了 对啊 就是 我说的是先捉马 是 先捉马也没用了可能 先捉马它就鞠点下去 你也绝杀了 再这样 对 这边就绝杀了 对 对的 是 那财师这个很凶啊 对啊 财师应该说 我也没看到红旗 这些都是命令性走的吧 对 都是命令性走法了 对 这个招法当然如刘大师所说 是太复杂了 在这个局面下 对啊 我想双方是这样的 双方从刚刚开始的那个 许规矣出的那个马八禁六 对 然后一路窜上来 然后王天一 双方都没有什么准备 对 然后弃子这个陌生的局面 弃子你想 它一定是个挺费时间的棋 对吧 不像那个胶着两个人 互相有牵制的那种 所以下到这一定是双方时间都挺紧的 对 临场呢 下这半棋的时候 当时我那一盘比赛下得比较早 结束了之后 看他们下这半棋 双方都非常紧张 走的都是 肯定挺紧张的 想象都想象得出来 对 因为这随便一走错一步就全完了 对吧 就崩盘了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觉得许规矣这个足迹进一 和这个G8推二走出来 我觉得也还行呢 对 对 也是挺正常的 那个一个棋杆的问题是吧 对 真的没有注意到马斯进三 对 他那选择的是G8推二 他G8推二的后果 准备把这个G投入战斗 后果怎么样呢 他也能调过来 是 他过后准备就G8平三去抓马了 这时候呢 王天逸是选择G3平四 G3平四出 黑方再一抓 抓 红方G4进三 G4进三顶住 这样看住这个要道 就觉得红方在这绕绕绕的 反正死顶吧 这也是意图 死顶然后简化 就这两个 对 这个时候呢 许规矣是选择足五进一 进行反击 这都挺那个 我觉得会计都能拍出来的招 对 是 红方率五平四 看看你试要不要 看试要不要 如果黑方这个时候不是的话 红方王天逸可能会走 炮八平二 炮八平二 对 这边有点空 接下来呢 他准备炮二进七下底 对 将来还有一个炮一进四 这样可能这边有点反击 对 他这么设想的 那不能支持四进五吗 是四进五也是差不多吧 也是走这个 也有反击 也有反击 对 因为去双炮嘛 是 总是他得寻求一点那个 对黑方的牵制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不能走足五进一 如果你评过来走 不能走足五进 足五进一啊 他正好有马七退八 这样才我们这个死居得起 瞧手 非常的妙 你说这他们能看见吗 肯定是看到了 这个肯定是看到了 这不能怀疑是吗 对 那这子是有点有点巧的 对 这个黑鞠正好没地方跑 那红金设计的也还可以 对 正好巧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能 没拱 没拱 对 他根本就没拱 他就 没知识 直接就选择拱了 红的就给吃了 红棒吃了 吃一枪 上枪 上枪 红棒再打两枪 凑一下步数 凑一下时间 在凑完时间之后呢 这个时候红棒是选择了 炮八平六 对 红棒因为那边没有炮八平二了 不厉害了 对 所以呢 他总是想 拼完炮之后 是不是想动动鞠啊 这边总得调调啊 对 这样黑方打了一下 炮八平六 黑方一打 红棒再炮六平八 他一回去 黑方再炮二平一 他一回来 红棒就炮八平六 这样呢 这个地方是陷入了棋规 对 如果要老不走就合了吧 老不走就不合了 就合棋嘛 一打一对嘛 对 这个判棋规 当时我也在边上 裁判判 就是说如果继续走下去 就双方不便作合了 提出来了 对棋手是吧 对棋手提出来了 首先是王天忆提出来的 说裁判这个规则是怎么样 因为王天忆认为是这样 就是你打我 这个是打鞠 对 认为你这个 你是鞠吃我马 王天忆认为对方是两吃 那跟那没关系吧 裁判认为这个吃 我本身就存在的 我在平炮之前就存在 我们下棋里面有个规则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存在的吃 这就不算吃了 这招棋就是原来存在的 你再走完了这招还有 我就过渡过去了 要不然棋规挺复杂的 对 就解释不清楚了 是的 像棋的棋规 还是挺难的 有的时候 真的需要有点水平 才能当这个裁判 是 对 所以后来王天忆就求变了 实在呢 所以在打的时候 王天忆就鞠八平 就躲进去了 他可能认为这个棋 红的还可以 躲进去 在躲进去之后呢 许国瑜这个时候 就走了足五进一了 他只能下足 下足之后 这个时候呢 王天忆又走了一步好棋 下足之后呢 骑士红方过一会儿 这个马在黑方的嘴里 对 他就给鞠身根了 炮六推二 这走得挺好的 走得非常不错 局势走到此呢 应该说王天忆已经控制住局势了 其实你们就是看得准 给我看了这会儿乱七八糟的 我真的不知道谁好呢 真的 但是要静下来使劲的一个一个分析吧 可能觉得黑的挺难进攻的 我觉得他难进攻 所以他稍微的 稍微的我觉得差一点 对 但是这棋看起来真的一般的棋手掌握不了 对 这个时候呢 黑方也不能走马四进三 是吧 马四进三的话 红方有可能再走 再回去 再回去 我们实在他走的是什么呢 他实在呢 他是走到G三平六对G了 对G 对G呢 应该说 也是宣告了自己认亏了 是吧 因为G一对了 本身少个大子 对 黑棋实在是找不到 那个特别好的招法了 我想是这样 要不然但凡他也不会去对G的 是 但是时间紧 必须得走棋 对 你不走棋就超时了 所以先对了 吃掉 但是这个队太痛苦了 因为这一队吧 就是两条G队 对 对 马上两个G都对了 是吧 这太难受了 两个G队了 刘大师肯定我们能分析清楚这个局面了 这个比较简单了 是 对 这个两个G都对了 这红的多个子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离盛世不远了 对 是 对了之后呢 接下来黑方坚持了一下 走向五退一 向五退一 先稳住自己 这样他打边兵了吧 这时候往天一泡打边兵了 打边兵 这样主要是这个马 所以这个双马炮足吧 实在是那个 马上要投入战斗 对 而黑方呢 少个子 还没有明确的反击 这反击不了 这红的子都在家里呢 对 对吧 虽然他少个是 但是现在你碰不到他呀 对 实在是马六进七 这个王天一走得还非常的稳 他走了炮六进一 这样又看出了他马七进八 将军的手法 边边都不让吃 对 是 这会儿 不过这会儿估计心态就平和了 对 已经平和了 是 双方都平和了 对 双方平和 黑棋走了 黑棋走了 组五平四 组五平四 攻马 王天一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呢 马随处都是脚了 对 接下来呢 他炮二退一 对 这样炮一平五将了吧 他先走了 炮一平三 对对 先打了一下 他马三退五 他又炮三平五将军 这样他补一个 补式 这棋就比较简单了 对对 下到这块我估计许国义也心里也凉了 对对对 是 然后他炮五平八一打 炮五平八 这样你别看红的这马都在后面 但是分分钟地跳出去 对 分分钟就能跳出去了 这样的 接下来呢 王天一 许国义 是走的 马二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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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他一将把相踢了 对 他一将 飞了个边相 对 他一吃 他支了个四 十五经四打 十五经四 这样的话他一将 他平率 平降 他接下来呢 走了炮八退三 炮八退三 这样呢 应该说已经大势已去 对了 这样黑棋很难抵抗了 因为这三个字实在是不够了 对对对 是 接下来呢 好像许国义 还走了两步 炮二进二吧 这样呢 那种兵一进一 是吧 果一的 对 反正下到这儿 估计那个许国义 就投资认富了 对 在这时候确实没办法抵抗了 是吧 应该说这盘棋啊 许国义从布局阶段 还是出了新招 并且在一度呢 甚至给王天一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对 应该说是一盘好棋 是吧 那我们那个亲民朋友 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研究研究 这个黑棋这个足一进一 怎么对付 对 事后反正蒋大师 给我讲的时候 说这个居 居气平二 平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 再重新改进 研究研究 是吧 因为从许国义这盘 足一进的一的效果来看 同时可以考虑走 居气平六啊 是吧 平到别的地方去 对 我们反正亲民朋友 可以在私底下研究研究 看看飞刀能不能 用自己用上 对 是 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给您带到这里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 谢谢奇友们 下次再见 好